大家好,我是Stan 有一组新人女团将在9月16号 也就是与Blackpink NCT 立即发表兴趣回归的同一天宣布出道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担心 9月16号将要出道的新人女团 咪咪如此 是出演Sekji Cicung的 韩国人气歌手兼演员 Yim Changjo 首次制作的爱豆组合 一开始本来在疫情之前 就有了出道计划 但新闻疫情一直延期 过了三年才准备正式出道 而在这期间 成员允捷参加了Girls Planning 以舞蹈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关注 而成员允捷则是参加了Pangkua Ho Senle 提高了知名度 而制作人Yim Changjo 也是非常努力地在各个节目宣传 即将要出道的Mimi Ruz 并且也在综艺节目中表示 Yim Changjo为了制作Mimi Ruz 将自己拥有的土地 与160首歌曲的版权 全部都卖出去了 但是目前很多粉丝们都因为 Mimi Ruz将与Blackpink和NCT 立即同时发表新曲 而感到非常担心 就算歌曲很好 这时期也太不好了吧 放弃出道曲 准备下首课的机会吧 一直想要避开这组合 避开那组合的话 永远不会成长 成功的组合 不管什么时候出道都会成功的 为什么偏偏要在当红组合回归日出道呢 不是运气好一个成员圈粉的话 结果只有一个 一出道就红的女团 不是大型经纪公司的话 真的没有几个 要跟Stacey一样 一开始只是收到关注 然后在下一张专辑大红 这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一起姻缘吧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歌手Yim Changjo 所以真的希望能有好结果 对于新人女团在 PlayPink NCT 1里起回归日出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中国一位男爱豆与男网红 在直播中公开恋爱的消息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根据转发中国新闻的网友表示 参加过创造营2021的一位男爱豆 与网红在直播中公开了恋情 这个消息再喊我收到了极大的关注 这真的是在直播中 爱豆宣布出轨的吗 再次让我感觉到 我们国家真的很封闭 看影片的话 两个人看起来都很幸福 希望能更幸福 我还以为两个人都是爱豆了 这网红好帅 逼其假装没有男女友 欺骗粉丝的艺人 这样堂堂正正的公开出轨 感觉真的很帅 不过在我们国家 应该是不可能吧 我在中国上过中学 学校有很有名的女同性恋 只是限制媒体而已 在推特有人说 这是为了赚钱而装的 真相到底是什么 不过出轨的话能赚钱吗 好神奇 突然后起 如果大家犯的爱豆 突然宣布出轨的话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 介绍了